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有影人专题 首轮艺术 亲子影院 怀旧剧场 总共有五大单元 六月份的主题单元要介绍几部电影 首先是《迷燕反家录》 我在中华民国野鸟学会担任过副秘书长 同时也在台湾猛情就会担任过秘书长 对于鸟类是非常偏爱 同时对于迁移性的鸟类特别感到有兴趣 《迷燕反家录》这个主题曾经被美国拍摄成剧情片 法国拍摄成纪录片 都有不同的风貌 一样的好看 《迷燕反家录》之中呢 除了人与鸟之间的关系 也有亲子的关系 爸爸去保育这些鸟类 孩子也是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自己学了轻航机之后呢 带领着这些白甲黑雁 度过了这些重重的关卡 回到繁殖的地方去 《迷燕反家录》里面的主角是欧洲的白甲黑雁 在台湾看不到 所以这部影片更要看 而且呢 跟以往的影片不一样 《迷燕反家录》之中 人与鸟都必须面对 因为人类活动而改变的地形地貌 如何回家而不迷路 这就是在里面最重要的重点了 此外 《2040》也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看的另外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是由澳大利亚所拍摄的纪录片 《2040》这部影片呢 是由一个父亲的角色 面对未来世界的时候 希望能够让女儿知道 现在面临的状况 以及将来可以怎么样去面对 其实也是充满了父亲对女儿的爱 通常 环境纪录片比较负面 严肃 枯燥 强调污染 或者是灾害 观众看了 心情不好 压力也很大 但是《2040》这部纪录片 却不是强调这些负面的现况 而是着重在于 我们要如何可以改变未来的环境 而且每个人都做得到 从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改变未来 这样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当然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那倒也是可以预见未来 一定是有更多的灾害以及困境等待着我们 这次特别要介绍的威尼斯风暴 我将会在6月4号下午 跟大家一起在中立光影电影馆欣赏 同时进行应后的座谈 想到威尼斯 大家想到风光明媚的水上城市 不过威尼斯风暴这部影片呢 其实是由在地的民众 他们的角度来看 尤其在疫情期间 面对未来 可能是发展观光 或者是在地的渔业 其中有很多的犹豫 在威尼斯风暴里面呢 兄弟之间 一个在捕鱼 一个在想要发展观光 对于房子的运用 他们有不同的想象 这样子不同的观点呢 其实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 对于这个世界 会有不同的想象 也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同样都承受了相同的压力 对于未来感到不确定 那这样子的心情很像是口罩 照在我们的心头上 在这里面呢 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想到威尼斯 就想到水都 就想到划船 可是在今年2023年的时候 威尼斯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干旱 现在连船也划不了 那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变化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在这部影片里面 会有非常丰富的剧情 而且在影片播映结束之后呢 我会跟各位分享 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气候 等等的环境问题 六月来中立光影电影馆 可以在大萤幕看到所有的单元内容 电影全数 且透过活动通可以免费锁票 或是现场登记观赏 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